看到湘泳的笑容 也关心震灾进度 证言上人以网路视讯 慰问马来西亚志工的辛劳 也希望能号召更多人投入 马来西亚东海岸水患 慈祭人一一深入重灾区 彭昂州立碑村灾后宁命不堪 居民刚从疏散中心返家 志工展开逐户访查了解需求 疏散团体我们是唯一到 各家去做这个关怀的工作 其实他们现在去缺乏的是 希望可以早日 可以添购这些佳季的这些用品 希望可以早日 恢复他们的一般的日常生活 志工在路通之后 来到重灾区刮拉吉劳勘查 灾情严重 预计4号在淡马鲁和刮拉吉劳 将配合大型机具 带动以公代正清扫 我们希望明天一天动员更多的人 人数动员更多 希望把这个清扫灾区里面 到明天下午5点之前把它整理完 希望用这个方式 解决大家的这个方便性 阵言上人持续透过视讯连线 关心救灾进度 也希望能号召更多人付出 当地的企业家 平常不是有很多人吗 希望他们也投入了 多贱苦之福 也多多去了解灾难之苦 希望他们也多投入了 串联起程与情一起为受灾 乡亲尽一份心力 早日恢复家园容貌 带来新闻江信姓邓明怡 花莲报导